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 我是林志龍 今天是7月4號早上10點 那昨天的期貨開盤的時候 瞬間閃崩了500點 那這500點也連帶影響到市場的信心 台灣交易指數昨天是一路的走跌 但是在美股昨晚創新高的過程中 加權指數今天做了一個反彈 那美股昨天有什麼樣的條件可以讓他去創新高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談到 我們先來追蹤一下加權指數 先前我們就一再的跟大家講 加權指數你就只要關心兩個重點跟兩個價位 什麼樣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新台幣率率走勢 第二個就是成交量 量能放大的話這邊才有機會過反壓 這邊才有機會慢慢的往上漲 量增就價漲 同時的新台幣匯率走勢 如果能呈現升值的心情的話 這邊資金會開始從外面 匯入到這個台灣的加權指數台灣的市場 所以這邊你關心兩個重點 那另外就是兩個價位 什麼樣的價位 一個就是6月19號的跳空缺口 另外就是原本區間的反壓變成支撐的10500 那我們可以看到先前我們跟大家講 在這個7月1號的這個跳空缺口 這個跟大家說 只要三天不回補這個缺口的話 那這種哥會把這個多方防守價往上移動到這個位間 但是昨天馬上封閉了這個缺口 所以這個缺口封閉之後 這種哥的多方防守價還是沒有變 還是抓6月19號跟10500這兩個關鍵價位 那這兩個關鍵價位萬一跌破的話 跌破的話你可以看到這邊季線已經開始慢慢走平 那這邊慢慢走平支持沒辦法過高 沒辦法過高開始下彎之後 這邊呢跌破的話形態上又會轉為一個比較偏空頭了 所以投資朋友這邊呢只要缺口沒有封閉的話 那這邊指數就會站在多方 那站在多方但是個股差異就非常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昨天一根長黑K之後 把這個指數打回到了6月19號的這個區間 6月19號的這個區間 這跟紅K的區間來回去做盤整 那雖然說缺口沒有封閉 但是個股會有很大差異 因為呢這個盤呢先入區間盤整的話 要檢視呢這是個股的基本面 那先前呢我們跟大家提到說 這個盤呢已經呢從消息面的控盤呢 這邊呢會暫時告一段落 接下來會開始檢視一下基本面 所以你要去留意一下這邊呢 6月公佈的營收是好是壞 還有半年報的財報是好是壞 這邊呢我們就好好檢視一下這基本面 那這邊呢你就是記得萬一跌破這兩個價位的話 記得你一定要尊重一下這根黑K棒 好朋友這兩個價位呢都公開給你了 那能不能執行呢就要看你的心理數值了 很多人呢進場中都是設定了 我五日線要要出場或是設定時期要出場 所以這種人認為都OK的 但是萬一你跌破五日線沒有走 那延到時期線 時期線還是不走再延到月線 那再延到季線延得沒完沒了 甚至到年限你都還沒聽錯 那這樣就是很麻煩了 所以在操作上面呢 心理數值呢是最重要的 你能不能呢這邊呢嚴格執行 你設定好的紀律就非常重要 那兩個價位這種就公開提醒大家 這邊跌破的話形態呢 又會開始轉為比較偏弱 那我們來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數 美股三大指數呢 那sp500呢昨天呢是在創波段新高 那先請我們跟大家講 這盤呢要過高的話呢 這季線呢才會開始慢慢的上揚 如果呢不過高的話 那季線慢慢走平下彎 就會很麻煩開始 季線呢代表是三個月的方向 如果季線要開始慢慢走平 慢慢走平 這代表是季線會在這邊 橫盤震盪搞了三個月 這邊會以下站上季線 以下要跌破季線 那如果季線是開始下彎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空方了三個月的時間 這邊開始下彎 那這邊反彈上來 你都是要先站在賣方 那我們看到sp500呢 昨天呢已經過高點了 那過高點你可以看到季線呢 已經呢又開始慢慢往上揚 那美股三大指數認為呢 只要不跌破紅色這條線的話 就會持續反覆震盪盤 反覆震盪盤 那我們可以看到NASDA也是一樣 NASDA目前呢也是準備挑戰前波高點 所以美股三大指數呢 目前呢 中哥的看法是 不要跌破紅色這條線 不跌破就沒事 那我們看到肺半也是一樣 在紅色線上面呢 反覆震盪 反覆震盪呢 中哥還是要提醒大家 反覆呢這邊呢 只是為了營造高峰 因為呢經濟數據衰退是事實 但是高峰呢什麼時候會到 中哥也不敢跟大家講 事實上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呢我們總是有一些蛛絲馬跡 可以去做觀察 這邊怎麼觀察 就是看一下VIX VIX指數什麼時候開始波動加大 VIX指數呢波動加大之後呢 那就是我們的絕佳進場點 甚至中哥會趁著VIX出現爆點的時候 勇敢進場去做下大柱 所以我們就是持續留意一下 VIX什麼時候出現比較大的波動 那我們用VIX來去 我們用VIX來去觀察一下爆點 那絕對絕對不是要大家去買 台灣的ETF00677U的富邦VIX 那這邊呢反覆過後的季線 如果開始下彎的話 那這邊呢就很麻煩了 季線開始下彎 那就是三個月的空房時間 這邊你可以看到下彎之後 就是連續中錯的主電段 反彈到下彎的季線 都是一個好賣點 所以反彈到下彎的季線 都是一個絕佳的好賣點 反彈呢都是要賣的 再教大家一招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三大指標 這三大指標呢就是關係到 這個美股三大指數 昨天呢為什麼會創新高 我們來看一下原油 原油呢昨天呢是小幅度的反彈 那反彈呢這邊季線壓力還是擺在那邊 65塊的壓力還是擺在那邊 因為呢我們先跟大家提到 如果呢原油呢持續往上漲的話 這邊呢Fed的壓力就來了 因為呢原油上漲通膨上漲 那Fed就沒有降息的空間了 那以目前呢全球經濟這麼壞 雖然說美股經濟在全球裡面 算是數一數二的好 這邊美股經濟比全球其他各國的國家 都要相對的來的好 但是呢如果全球經濟再這麼惡化下去的話 貿易戰再這麼搞下去的話 美國呢終究會受到影響 所以呢這邊Fed呢這邊呢 必須呢以利率呢來當作他的工具 那當作他的工具的話 這邊通膨壓力呢就不能讓他上升的太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川普呢 這邊呢也是積極的在打壓油價 這邊積極打壓油價呢 讓原油呢不要漲了過大 原油不要漲了太多的話 這邊通膨壓力就會開始減輕 那美股主要到底在漲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漲這個 大家市場上對這個Fed降息的機率呢是賭定 這邊在賭呢7月呢鐵定會降息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公債殖利率呢 昨天呢在持續呈現破跌階 市場上要在賭呢7月呢 Fed呢鐵定會降息 所以公債殖利率呢持續往下走 那我們可以看到如果這邊持續往下走的話 債銃價格就還是會稍微維持在高檔 但是這邊錢如果進來的越多 價格漲不動之後 這些資金呢就會開始呢 外溢找一些投資機會 那外溢到風險性資產嗎 中國認為你可以去留意一下這個資金的流向 雖然說到目前呢 這個經濟數據衰退是40 但是盤呢還看不到一個最主要的爆點 還看不到爆點 那這邊呢就會 指數呢就會反覆震盪 為什麼我們一直跟大家提到說 你要留意一下爆點 因為呢這邊如果你在 你這邊在指數還在反覆震盪的過程中 還沒有看到爆點 那你就輕易的進場的話 這樣你的成本會無形中增加很多 因為呢你這邊進場去放空 結果呢指數又再往上漲又再創新高 那結果你這邊又馬上面臨到停損的壓力 所以呢我們在操作上面習慣了等一個爆點 等一個爆點出現之後呢 我們進場去搭這四場的順風車 因為呢溺水行舟 這個行舟我們要順水行舟 那溺水行舟哪一個比較容易呢 所以我們提醒大家出現爆點的時候 這邊呢就是一個用力的空點 那爆點什麼時候來就是看兩個價位 那這邊呢這邊公在持續持續往下走 那這邊FED呢也會陷入兩難的決策 這邊什麼樣的決策呢 因為他這邊要救這個全球經濟 必須呢把利率給降息 但是降息呢又會使得了美股泡沫化 所以呢這FED目前陷入一個困境 到底這邊要不要降息 那這邊呢就考驗到FED的智慧了 我們呢就好好留意一下 那這禮拜五的費龍決定指數 這會跟大家講非常的重要 如果費龍決定指數數據太差的話 那FED呢就是鐵定會降息了 那鐵定降息的話 美股呢有機會再拉一波 那反過來這邊呢如果數據太好的話 這邊FED降息的機率呢就會跟著減低 FED呢一定呢會把這些工具呢留到明年 因為呢明年才是考驗的開始 因為在因為明年川普不用總統大選了 在這經濟數據呢已經會開始反應到 到明年所以呢明年是很大考驗 那市場上預期呢 預期呢今年喔 今年會降息上馬 中國認為呢機率是比較 機率不大 所以呢今年降息上馬機率不大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禮拜五的費龍呢公佈數據 到底是什麼 那美元指數呢則是呈現一個小幅度的上下震盪 那美元指數呢則會關心到新台幣的匯率走勢 所以這三個指標太重要了 一定要好好留意一下 那再來呢我們昨天有提到了一些除全息的個股 這文哥先前曾經跟大家說呢 我們呢可以用大數據統計的方式呢 那去觀察一下 有哪些個股呢在除全息當天呢上漲的機率比較高 那有哪些個股呢在除全息前呢上漲的機率比較高 有哪些個股呢在除全息前呢下跌的機率比較高 這些呢都可以用大數據統計呢來提高我們的交易勝率 那昨天呢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提到 今天呢除息個股呢有blah這麼多 但是呢這文哥跟大家提到六檔 這六檔個股的統計下呢 這次開除全息當天呢上漲的機率呢會比較大 包括呢一七一零的東聯那二四零八的藍雅科 還有二四五六的奇迪星 再二八八一的富邦金 還有二八八三的開發金再一檔 三三六三的上全 那這六檔呢是眾科統計下來呢 這邊呢上漲機率比較高的個股 那你在昨天呢如果進場去買進的話 今天呢就能享受到甜息的樂趣 甚至呢如果你這邊會使用交易工具的話 這邊呢你的甜息樂趣呢還可以開槓 所以這邊呢我們用統計呢 來幫助我們的操作提高交易勝率 那這些個股呢在開除全息當天呢 開盤呢開盤的上漲機率就會非常大 那我們前一天呢或是前兩天呢先做買進 來參加這個甜息的樂趣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六檔個股呢是完全命中 開盤呢都是有上漲的 我們可以看到冬年的開盤上漲一趴 藍雅科呢開盤呢是上漲兩趴 那再來我們看到奇異星 奇異星呢上漲比較多 這種哥來錄影的時候呢有漲到3趴 那我們富方金呢富方金今天也是小紅的 再來看到開巴金 開巴金也是紅的 那上全呢也是紅的 開盤呢就有紅K 所以這邊呢我們利用統計來去 提高我們的交易勝率 甚至我們可以開槓桿 開槓桿來增加我們的報酬率 所以這邊呢我們用大數據來統計 有哪些個股會有儲全息行情 只要大盤這邊呢缺口不要封閉的話 那這邊儲全息行情 投票你要好好把握 因為呢這邊統計下來 往年呢儲全息錢呢 往年呢先開始儲全息呢 特別容易有行情 但是如果你到尾聲呢 等到9月那時候你才要去做儲全息的話 很抱歉那時候呢已經呢沒有行情了 已經呢慢慢進入尾聲了 所以七八月的除息行情呢 投票你要好好把握 因為呢這可能呢是這第三季呢 最好做了一次 因為第三季目前看起來 行情呢這邊是一天大漲一天大跌 非常不容易操作 但是呢我們可以呢用這些交易的一些大數據的統計 來提高我們的交易勝率 那這邊7月5號明天呢出息個股呢 甚至是下禮拜一要傻協個股 有哪些個股呢這邊交易的勝率率會提高很多 在當天上漲的機率會非常大 那這邊呢就歡迎投資朋友加入 智翁哥的股動人生IA的群組 或是FB股企銷子 那今天呢智翁哥呢會把它呢公佈在 這兩個群組上面 歡迎投資朋友來做參考 同時呢智翁哥呢要提醒大家 聽大家呢這邊呢智翁哥呢有個活動 這邊呢歡迎各位投資朋友加入 加入加入加入之外呢還要邀請你的好朋友呢 來加入這種哥的群組 因為呢這種哥呢有好康的 要跟大家做分享 只要你有 只要你有推薦你的投資好友加入這種哥的群組 那推薦的越多這種哥呢要帶大家呢去買樂透 只要你推薦的投資朋友加入群組之後 私訊一下這種哥跟大家講說 跟這種哥說 我是誰誰誰推薦的 我是誰誰誰推薦的 那統計下來呢這邊呢 推薦的越多了這種哥呢要帶大家買樂透 一起一會 這個月呢這邊多空上下這麼大 這邊籌碼累積 你呢這種哥認為呢 這種哥認為這一次的樂透呢開獎的機率呢還是很大 所以那7月12號之前呢 你推薦的越多這種哥呢就跟你呢分享這個樂透資訊 在上上個月我們中了兩倍 那上個月我們翻了三倍 這種翻倍拉拔的樂趣呢 這種哥等著大家來體驗 那更多訊息呢就請各位投資朋友加入這種哥的 FB 古籍小小子或是來的股動人生 這種哥呢在上面呢會有一些即時的多空訊息呢 與大家做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謝謝拜拜 並自付投資風險